黑綠椒污汁而成的建築 看起來充滿後現代風格 這棟位在墨爾本的樓房 正在進行一場 可能扭轉人類生活方式的環保實驗 我們是唯一種種類的食物 在 nature 也沒有食物 它是這麼實質的 這麼實質的 這麼簡單 沒有東西進入這個建築 可以被清潔的 或是放棄的 法克把這一棟三層樓房 設計成大型的溫室 電力使用太陽能 除以堆肥能養植物 也可以製造做燃料的甲烷 打造封閉式的循環系統 號稱不會製造任何的廢棄物 最特別的就是室內這一座蘑菇牆 餐桌上美味的菇菌 全都是靠著背棄物生長 蜂蜂蜂蜂 是製造成煙露 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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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連貝類也在生態當中富起重要的角色 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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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蜂�蜂�� 除了巴雷特跟史洞 兩個人住在這裡 也開設一間餐廳 讓更多人能親身感受到 在都市裡自給自足的可能性 餐廳裡所有食材 全都來自於 自動建築當中生活的動植物 食材有限 廚師們得絞盡腦汁 才能製作出像是焦糖醬 這樣稀鬆平常的食物 我們沒有燃焦糖 所以沒有糖果 我們沒有燃焦 我們沒有燃焦 但是有限制 也讓我們更創意 就連招牌菜的中東炸丸子 也是利用特殊的食材 來作為蛋白質來源 根據聯合國的最新統計 目前全球農業生產的碳足機 就佔總排放量的三分之一 這種成功的未來食物系統 也提供不同的思考方式 或許只要改變居住 還有飲食的模式 就有機會讓人類 跟著環境一起 生生不息 TVN新聞綜合報導